《撒母耳記上和下》 《撒母耳記上和下》 他們在我們本聖經中有兩本不同的書 但純粹是因為本書卷太長 他老早就寫成一個連貫的故事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段影片只會說撒母耳記上 以色列在埃及被奴役救出來之後 他們就去了西賴山和神納約 最後還來到英許之地 在那裡,以色列本身應該對神中心和服從盟約中的命令 在撒母耳記之前的士師記就是告訴你們 他們守規矩守得多麼失敗 那時候是個道德極混亂的時期 又超級暴力,人們又拜偶像 更加吹逼以色列需要一個自勇兼並對神中心的領袖 撒母耳記就給了一個解決方法給以色列 撒母耳記的故事集中在三個主要的角色 有先知撒母耳就是本書的名字 然後就有蘇羅王,之後就做大衛王 他們三個就是帶著以色列由士師領導的不同之派 過了成為一個大衛王,在耶路撒冷統治的統一王國 而撒母耳記是有一個很吸引的設計 用了四個主要部分,將這三個角色的故事串在一起 撒母耳就是第一部分的主要領袖和先知 但他在下一部分還在飾演一個很關鍵性的角色 而在下一部分就是關於蘇羅的故事 本書就是講他的上下半段 上半就是講到蘇羅如何升上王位,之後做錯事 下半就是講到他如何自甘墮落,最後還死得很慘 蘇羅的悲劇收場帶起了大衛的掌權當政 之後大衛的故事都是分成兩個前後的段落 首先是他的乘風破浪,然後他就不小心拿了東西 做了一些罪大惡極的東西 他家裏就變成家屠屋幣 鬥到你死惡活,再無安寧 之後他的國家都是在上下坐 這本書就是用了一個結語來緣 對整個故事做回一個反省 我們就單刀直入看看這本書說什麼 第一部分就是接力屍屍機的混亂 介紹給我們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關於一個叫哈拿的女人 而且他極之傷心,因為他一直都生不到兒子 神就對他有恩典了 他終於生到一個豆釘叫薩茂爾 他就開心都來不及了 他還唱了首歌在第二章來慶祝這件事 首歌的內容是提到神如何反抗驕傲那些 將謙卑那些抬高 就算是點差的悲劇,和人性的醜陋 神的旨意都會在歷史中成就 而且這首歌是關於神如何總有一天會興起 一個瘦高的皇給他的子民 哈拿首歌就是故意擺一本書的開頭來介紹 一些我們在整本書都看到的重要主題 這些重要主題就是薩茂爾這本書的重心訊息 就好像在下一個故事裏面 薩茂爾就長大成人,做了一個很厲害的先知和領導人 同時菲利士人就一路上位 上到變成以色列的黑星 而在這個關鍵性的戰場上 以色列就在這裡玩嬌傲 他們不祈禱,又不求蚊神 反而托了一個藥櫃出來,當護身符地用 他們就以著拿著雞毛蕩令戰的心態 打算拿藥櫃出來曬冷就一定沒有輸 所以就是因為他們這麼張狂 神就令以色列人打輸這場仗 就連藥櫃都被人偷賣 所以菲利士人就拿了藥櫃 他們放在他們的神大滾廟裏面 然後以色列的神不用用什麼軍隊 就KO了菲利士人和他們的神大滾 只是用瘟疫 之後菲利士人就不想再要藥櫃 這些這麼不老禮的東西 就順便給回以色列 這個故事的目的看來好像是這樣 神不是以色列的護身符 他反抗菲利士人的驕惡 同時也反抗以色列人的驕惡 所以如果他們想經歷到神老祖 都答應了他們的祝福 以色列就要保持謙卑的心 和乖乖地聽話 那就打開了下一個大門的大門 以色列人就來到薩姆爾面前就說 喂,我們想要個皇帝 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快點找給我們 薩姆爾聽到就被他們激怒了 就是頂他們不相信 他就立刻和神針針問他怎樣看 神就回答他 雖然他們動機錯到離譜了 但是如果他們這麼想要個皇帝 那就給他們吧 接著本書就介紹了蘇羅這個角色 蘇羅的角色真是一個悲劇 因為他開始的時候充滿希望 高大威猛,有英俊 他做皇真是膩膩膩 但誰知道他有個很嚴重的性格缺憾 他人又不老實,又沒有誠信 明明是特斯德班 他又賴死不認錯 所有這些缺憾加起來就變成他的失敗 他開始的時候就贏幾場仗 但是他的缺憾太離譜了 因為他擺明了違背神的命令 就是因為他不聽話 他最後都是被取消之嫁 所以老了的薩姆爾就罵蘇羅和一群以色列人 我早就警告過你們這群猴子 你們立王的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當王是謙卑和他對神忠心 不然的話,以色列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 於是他就跟蘇羅說 神會興起一個新的王來頂你的位置 所以蘇羅的墮落就是這樣開始了 同一時間,神在第二邊靜靜地興起新的王 他的名字就叫大衛 他的哥哥明明個個都高大威猛 但神是要選一個微不足道的木童仔 正常是怎樣輪都輪不到他 但是在大衛和哥利亞這個這麼出名的故事 表現了神選大衛不是因為他的家庭地位 又不是因為他特別勇猛或者特別英俊 而只是他的緊緊於懷和謙卑地相信以色列的神 所以這個故事包含了哈拿首歌所有的主題 驕傲的蘇羅和哥利亞被神貶低了 而不起眼的大衛反而被抬高了 薩姆爾記就是這麼反常理 在這裡我們看到蘇羅慢慢地發電 而大衛就逐漸掌權 大衛開始的時候就幫蘇羅打工做將軍 他不只打贏了所有獎 就連名氣都贏了 所以怪不得蘇羅就看到眼紅 他不抵得大衛到一個地步 他看不過眼就亂化爛 還怕人追殺大衛 大衛他行得正、騎得正 所以他就暫時避一避風頭 在抗野裡面等暈倒 在這裡我們看到大衛的真本性 他明明就有很多次機會去堆壞蘇羅 但他都沒有 不管蘇羅多麼衰也好 他只是很單純地相信神 會用他自己的方法提升他的王給他的子民 最有趣的是你可以找到很多大衛的詩歌 在詩篇裡面都是跟他這段非常時期有關 他的歌都表現出他對神有一樣的信心 所以本書的這部份就是這樣完 蘇羅和菲利士仁打書仗之後 還死得好像玩心化危機一樣的血腥 撒母耳記上說的那些在聖經裡面 最複雜有最精彩的故事 本書的人物就是蘇羅和大衛 是描述得超逼真 而作者明顯地放他們上台就是做人物考察 就是令你們在這個故事裡面找到自己 所以在蘇羅的故事裡 我們看到一個很重要的警告 就是來提醒我們 我們經常都要想起自己的人格缺憾 要清楚知道那些東西是如何傷害我們和身邊的人 還要祈求神的幫助幫我們謙卑 和處理我們最黑暗的一面 這樣蘇羅的故事就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在另一方面 大衛就是代表著耐性和信神有他自己的時間在我們生命裡面 所以他就願意走路去抗爺被蘇羅追殺 大衛絕對有理由相信神已經降低了他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之餘 還一直沒有放棄到神是掌權這個事實 繼續盼望著他會守他自己的承諾 就是這樣大衛的故事鼓勵了我們去信 就算人是多麼邪惡 神都會繼續遵守他的旨意 去踩下驕傲那些和高舉上謙卑那些人 那這個呢 就是實無異記上想說的東西了 假期看看 還請注加上來 なん牠就在隱私 不知道 誰呀 それ Pra rätt